香港海洋公园因新冠肺炎疫情停业将近四个月,将于6月13日恢复营运。 6月11日,中心社记者前往园内探访。 记者走访了园内的寻沙探秘、北极之旅以及香港赛马会四川奇珍馆。 现场可以看到馆内卫生情况良好。 寻沙探秘馆水租员李豪毅向记者说, 虽然公园重开,但游客进内参观仍要保持抗疫意识。 入园需要佩戴口罩及时刻注意个人卫生。 为保证游客和动物的安全,部分游客与动物亲密接触的项目暂停。 疫情关系,有限聚令,我们公园都会加强提醒一些人客有适当的社交距离。 以我所知,一些幕后的参观,幕后的地方,或者与动物亲相家亲的活动, 一些我们的讲解都会暂时取消先的,避免人群过分的聚集。 海洋公园内有8000余只各类动物。 李豪毅表示,公园并没有因为疫情而特别提高照顾动物的规格, 因为园内照顾动物标准一直都是最高水平,题无可题。 对于现在公园重新开放,会否令到动物感到不适应? 他认为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。 他们不是太大影响的,就是有没有游客,但是我们水族园会有影响。 就是你做过,你维持得这么干净,就是好像刚才那些, 我们都想多些人知道,原来泰文西这么乖,入岛来做训练。 可能大家以为只有海豚海丝做到,但原来是鲨鱼都做到的。 我们都想多些人知道,我们的努力,或者我们付出的心机。 我们健健康康在这里游,我们没有通,其实不是必然的。 都以很多同事不同部门同事重新协力,才可以做到一个这么健康,这么美的水管。 对啊,ready好,游客的欢呼声、笑声,都是一个更加令到我们有动力做好这份工的一些因素。 香港海洋公园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1月26日毕源, 此后因运营出现财务危机,海洋公园遭遇关闭风险。 至5月29日,香港立法会财委会通过拨款54亿港元, 协助公园偿还贷款和应付未来一年的营运费用。 此次开园后,公园在前两周会控制入园游客人数, 数量会是原来的四分之一。 游客入园前需先在网上进行预约,方可进入。 舞台出发的影响 电影数 旅行预约,方可要 solve 戴 冬